我们有请下一集,挑战者 一卷风云,金灵榜 南尽天下,奇英才 鬼才之眼,王玉恒 有诗矿之葱,如梨楼之名 出亮相,微观便水,微震八方 你会觉得,他怎么可以跟水沟通 一定是如有神助,他当队长,我们就赢定了 战东营,明察折扇 更是兵部血刃 空间游侠刘简 出战西白,英雄归来 挑衅斩美 他出战次数最多,而且保持着不败纪录 更重要的是,他曾经两次在关键时候 挽救了中国战队 领军之位,谁主臣服 我们有请空间游侠刘简和鬼才之眼,王玉恒 欢迎你 欢迎你 两位我想,桃子你都很熟悉了吧 对,前面两个项目我们已经见识到 其实能力未必能决定一切 那王玉恒是一个听说没有人敢跟他对战的选手 但是刘简倒跳出来了 我坐这儿可能是有点,已经感觉是不公平了 因为本身我是对这个王玉恒啊,已经有点崇拜了 如果来形容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个王先生感觉有点孤独求败 我也希望呢,刘简呢,给咱们王先生一点更多的刺激 小四 从这几位老师们的口中感觉上是刘简今天来挑战了一个非常难以攻克的一个选手 因为被他们形容的有点太恐怖了 王先生 我其实要交代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 其实我们把所有视觉辨识能力很强的最强大脑前两季的选手都问了个遍 然后有些选手说不能,他不行 有些是不敢,根本就不敢接 因为王玉恒站在前面 但是刘简非常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 我觉得最强大脑的精神就应该是敢于不断地去挑战自己来突破自己的极限 所以当我知道我的对手是王玉恒的时候 我也没有犹豫站在这里 就算最后我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最强大脑的舞台上我战胜了我自己 好,敢向强者挑战 是吧 勇者 好,两位其实都表达出了这个挑战项目的难度 那么他们共同挑战的这个项目有多难呢? 请看 一夜一菩提 哥特弗里德 现在在我左手和右手边的就是两片夜脉墙 大家看到这个夜脉墙上面呢有我们工作人员精心处理的666片夜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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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问一下 这个王岳航 上次你挑战日本 那个日本那老头 拿放大镜一个个的看 他不看 就是给我们感觉到 好像你很狂 我根本不需要看 对不对 结果最后你战胜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习惯就好了 好 刘健 你觉得胜算多少 自信人生200年 贵当积水3000里 如果我连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能够成功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人能够帮助我 哎呀 太棒了 好 两位 紧张激烈的挑战 马上就要开始的 请两位坐上 东风标志508 挑战结束 有请 接下来 我们请张教授 请桃子 王石 来挑选 我们的叶子照片 线上共有一百幅树叶照片 及其各应的叶脉 嘉宾在其中 挑选三幅树叶的照片 按照顺序 放置于观察台 随后科学助理将叶脉进行复印 并放置于验证台 留待验证 组织人三片叶脉 已复制并且遮盖完毕 好 接下来 请两位挑战者 移步到舞台中央 好 那么我要告诉两位的是 在我的右手边 这是一号树叶 那么背对我的 是二号树叶 在我的左手边 是三号 两位明白了吗 明白 你们有 十分钟的观察时间 十分钟观察 倒计时 是 如果自己完畢可以回去 可以你可以请回挑战营 这果然都是王于恒一级的风格 好 刘建已经做回挑战营了 接下来 请陶子把我们第一位嘉宾 所挑出来的那个燕麦 任意的替换 燕麦强的燕麦图片 现在请小四 将第二片燕麦 任意的替换 请陶教授 将第三片燕麦 任意的替换 燕麦强中的一片 好 现在我们燕麦呢 已经替换完毕 刘建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宇恒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两位 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用脑时刻多喝六个合同 挑战开始 哦 王玉恒 现在很像当年 他看水的时候 那么快的 嗯 不 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挑战进行到十分钟左右时 王玉恒率先进入搭体区进行作答 此时刘剑似乎还并无进展 在第一堵夜脉墙上 共有两片嘉宾选择的夜脉 而王玉恒在写完第一个坐标后 就直接走进第二堵夜脉墙进行观察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刘剑能否追上王玉恒的速度 而王玉恒又是否能够发现那片遗漏的夜脉呢 刘剑已经找完一遍了 还有一个答案没写 是不是太犹豫了 刘剑能否再次在见过 刘剑能否追上王玉恒的速度 刘剑能否则 刘剑能否重新成功 刘剑能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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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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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正确 第二号题 第二号题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王毅恒大臣 跟王毅恒大臣 跟王毅恒大臣平手呢 取决于 验证的监控 来 我们开始验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醒您 精彩继续 六个核桥 这项大臣 这项大臣有核档路领导品牌 六个核档 独家冠品播出 经常用到 多个六个核档 这项大臣 荣耀杰作 东欧标志 508 品质尽享 荣耀而至 本节目的服装呢 是由 男装国名品牌 海南之家 独家赞助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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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纠结了 在第二轮当中 王毅恒是放弃了作答 而刘剑给出了他答案 但是 刘剑是否能够在这一轮 跟王毅恒大臣平手呢 取决于 验证的监控 来 我们开始验证 好像图两个夜迈的结构 没有办法完全吻合 好 我们为了确认 他的答案 最终到底对不对 请 私下夜迈的 业务下角的脚标 哎呀 哇 他填错了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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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计反了 好 我们掌声鼓励下刘剑 但是 我们还会验证第三轮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三轮 刘剑给出的答案是 第三个夜迈 刘剑给出的答案 坐边为 二强 F行 二十八列 王毅恒给出的 第三号题的答案 选手王毅恒 给出的 第三个夜迈的答案是 并未作答 啊 哎呀 居然两个都没写 好 我们请 先验证一下 刘剑的答案 来 开始验证 他写反了 写反了 啊 结果我们一致 好 我们还是依照规定 撕下角标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哦 我的天啊 太可惜了 居然学反了 这种事都发生了 好可惜哦 怎么会这样 其实是他厉害 好可惜 太可惜了 这三轮PK赛的最终的结果 太精彩了 赢者是王毅恒 但是如果刘剑没有把顺序搞错的话 今天晚上真正能够夺取队长宝座的应该是刘剑 掌声给他 因为我把三个坐标都记了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肢体语言呢 王毅恒就错过了第一个那边的实地 但是我看刘剑 我就觉得他非常有把握 因为他在两个点上 他都停顿了 我想好了 他对两题 谁知道你是反过雷险 所以我迫不及地想问他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这样 因为刚刚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呢 我是因为长时间地保持这种注意力集中 然后刚最后就是宣布要写答案那一刻 然后精神一松懈就有点混乱了 但是我也想问 王毅恒是遭遇了一些难题吗 你觉得非常困难吗 你为什么没看出来有两个空白 运气 今天其实一直就没有进入我自己的节奏 几天都没有睡了 我到后面我就看不清了 有天赋达不到的高度 所以你被选为队长 但是你肩负住人 好 宋真亮来选手 各自一句话 刘剑吧 我再对你个剑解读 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补习 好 好 王毅恒 毕世春 君子以厚德在务 哎呀 好 再见 江老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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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当这个队长并不重要 我也相信 王毅恒一定会带领我们的中国队 取得最后的胜利 让我别提灵伤 好 接下来我们请王氏先生为王毅恒增颂荣 我们恭喜王毅恒成为中国战队的第三位队长 另外王毅恒也有机会参加全球舞蹈 老王的挑战 好 也请王毅恒坐上风风标志 508荣耀节奏 我就是清晰 好 却将我心里会有的力